大家早安 雖然我們剛剛才跟 昌宏颱風開心的說拜拜 但是如果假設 您是要帶著孩子 接下來這幾天 要往日韓的觀眾朋友 要特別留意航班訊息了 因為昌宏颱風 它其實現在正往韓國走去 接下來從今天開始到明天 就會開始影響到 韓國的天氣形態 而且涵蓋範圍 還包含了日本的西南方了 那麼在台灣的外海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第11號的颱風南卡 不可以掉以輕生 就是它一度是從強度颱風 恢復到中度颱風 但是有可能 還是會有增強為 強度颱風的可能 那麼它現在目前中心位置 是距離台灣東南東 大約1900公里處 而它過去的時速 是每小時14公里 移動速度緩慢 那麼它其實對於台灣的天氣 雖然不會直接造成影響 但是它其實會對於 台灣的沿海地區 帶來長浪發生的機率 所以盡量避免 從事海上的活動了 今天北舟南東天氣如何 有可能趕快帶您一起來關心 今天全台都有降雨的機率 尤其是在基隆的地方 有可能會出現雷雨 那麼高溫 最高溫 是出現在台北上看35度左右 持續往中南部走 今天中部平均溫度 是來到了28到33度左右 至於在南部的地方 氣象局已經針對了高雄 以及屏東地區發布了大雨特報 因為今天對流雲系望震 而高雄跟屏東今天 您要特別嚴防了搶風豪雨了 東南部地區 尤其是在東南部 有可能會出現了分風的機率 而台東最高溫 來到了34度左右 外的部分 今天最低溫室出現在 馬左的部分只有25度 最後不可不知 要提醒您的就是 從今天開始 其實就會恢復到 夏天天氣形態的高溫炎熱 那麼高溫是來到34到35度 那麼即使在綠島 以及在蘭嶼地區 從今天開始 要嚴防的是長浪發生 盡量避免的是海上活動了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氣象資訊 我們再把時間換個解鐘